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個算是無線的大新聞 大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最高收視節目 換一個人氣都相當高的藝人進去 讓命入愛回家 嘩 聽到都知道厲害了 嘩,不買來看看 不買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有料到是誰想出來的計劃 曝光率極高 原來他的率子已經在混合 已經是愛回家 有個角色叫做國際名模 嘩,不得了 這個新聞轟動 我昨天看八卦雜誌 最多人給予反應 很多人在那裡揶揄他 有人在那裡開大勢 馬會都可以開大勢 你覺得收視會升還是會跌呢 這樣 有一島 如果你有得玩 你猜一下 會升還是會跌 我猜嗎 其實升跌未必關於那個人事 關於那些人會不會出去玩其他事情 你說那時候那些人都在家裡 電視收視當然高 我的點擊都高 現在那些人要飛的飛走了 很難說 他最重要 他有聲音 這期幾會搞聲音 哇,楊明入了愛回家 你得了 當楊明還在想有沒有能幹 想不到 怎會沒得幹 他女兒都可以做國際名模 在愛回家 哇,每分鐘都抱出這個戀曲 有人支持楊明 他多加一些新人入愛回家 有新鮮感 好啊 正面的訊息 現在TVB是否想捧個古天樂第二出來 其實大家的情況會不會有些不同呢 我記得古天樂當年也是犯了事 但古天樂當年 你有沒有記得他上過那些城市追擊 坐在石級那裡 然後說勸年輕人不要犯事 小時候怎樣怎樣怎樣 說完一大輪之後 可能他行內的人 反而會說 這個人坐牢的 是牢等來的 行內會 我自己做觀眾 我非常喜歡古天樂 古天樂是 他在那一期紅得不得了 他那時候還未變黑 白色色 多漂亮 張國榮也說他好得不得了 他樣子是漂亮 輪廓是漂亮的 但楊明是否那個級數 他真的沒有那麼吸引 當然 你說他要做神丟俠女 也沒有說不行 台灣有個神丟俠女 是很肉酸的 也一樣過得了 楊明不是不帥氣的 是OK的 觀眾圓方面 你知道現在世界一層百彩 比在以前 其實很多明星一樣 被人這樣彩 我也覺得 當然現在變成 有這些話題 就變成 talking point 柴魚飯後 譬如說 主題曲 現在你可以改成 有兒之光 找肥媽唱 找楊明唱 又可以 說有萬里山 家草兩面搖 八歲見面 然後就是這樣 對不對 有些人找什麼愛回家之家送 那些什麼 吃雞翼 媽媽徵畜弟 愛回家之隱郎入室 這樣 其實很可憐 為什麼 因為有些好角色不見了 楊明進去做什麼 愛回家 我覺得有點鬧劇底 那些人誇張得飽 好像在演卡通片 楊明做那些可以嗎 你看他平常喝醉的表情 應該沒有問題 不知道他想玩什麼 如果那些編劇能夠 自嘲一輪 我覺得一定可以掀起一些話題性 詩一常見到他 有些人說愛回家 變成愛回倉 八點準時入大倉 其實沒所謂 拍戲 自嘲 是很高的 看一看 有些什麼 原來愛回家一年 有五個舊人 被人拿走了 換血 很厲害 有些人 那時候 蔡司貝說 他一般的 對 他一般的 有些人說 因為他 做這些肥造劇 這些處境劇 他們外面拍的大陣障很多 是啊 我連這些幕後 那時候 我聽過導演說他得罪了爵爵 他說 被人奪了去拍位 那些處境劇 他說很悶 因为厂景经常拍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很闷 但观众喜欢看,拿来拌饭 一直都是收视冠军 咬住一二左右,和东出西望 很多演员凭着这些角色进屋 如善立民那些 刘丹才是处境剧之王,叉烧饼做到现在 好了,不知道楊明會不會做到叉燒餅的年紀呢? 當然不會,看他什麼時候不用做 換血加入,新演員有傳楊明將會跟著女朋友莊詩明 空降愛回家劇組飾演什麼?雷公的師生子 白標師生子?白標的樣子生不生得到? 白標也是這樣 愛回家六年了,應該多玩十年八載 大換血早前曹永廉演過《性格衰格》加入過 好像在愛回家之前歐陽波比也拍過 近期莊詩明很厲害,真是大之入組 演張愛盈做國際名模 國際名模是這樣嗎? 也沒有說不行 其實我覺得莊詩明上次演 演什麼鬼? 演什麼鬼?我忘記了,演那個 好像也是超能使者 演那個經理人 什麼傘的戲場有在 但做幕前演員 要看他才知道 剛巧撞不到他那一集 偶爾也立了一集 莊詩明的男友是楊明 新角色是雷公白標師生子 性格是正氣岸直的湯圓 嘩嘩嘩嘩嘩嘩 唉,要遲些看他的造型才知道 當然有些網友不看好 但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有話題性,你怎麼都會看一看 對,好像別人說不喜歡林作 林作的流量炒得多厲害 對,可以的 這些暗堪市場的事情 說到其實我回家很多人 都已經被人攀走了 譬如,交代鄧永健和May 趙希樂分手 這些劇情很突然 為什麼要拆散這對情侶呢? 不知道的 他一年都送走五個舊人 觀眾最掛念是金城安 廢青安 去了哪裏? 又說飛去英國又這樣又這樣 交代了他不在 有個紅心魚 又說遲到又不肯認錯 被人雪藏也有 還有誰呢?張景淳 即是長腳蟹的兒子 現在成功解凍了 網民又罵 不用罵吧? 不如接算吧 不用吧 這些都沒有固定角色 衰仔樂園 衰仔樂園有固定角色 有些漫畫都是這樣 沒什麼所謂 衰仔樂園就是這集死了 下一集出來 沒什麼所謂 哪裏連戲都不是說那些東西 有時候我看他無故端竹疆屍 也有古靈精怪 廢了到古代 又有 是 那時師傅教我 做無線的導演 他說 有聲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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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接完,不是真的要離開嗎? 看了這麼多年,每一個角色都捨不得 有感情 感情只是你自己自作多情 先看看 他我覺得很難說 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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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 很難說的,你試試試看 你罵罵罵就不罵了 是的,罵罵罵不罵,像林作一樣 你第一天罵得很激烈 我現在看下面留言也不是罵得很激烈 罵罵罵不罵 罵罵人們安靜了 很空閒 想想自己的事好 經常做人hater 可能他真的使得到,淡一點又淡一點 但我覺得 因為TVB都會在內地進軍 算不算是失德藝人 曾經罪嫁是十大失德藝人其中一項 雖然有些政協說要廢了罪嫁 但有些就不反對 好像一般 但在一個位置他有市場 馬來西亞 他遲早都是大馬女世 他的名銜真的很厲害 明明他也不是那些位置 剛才不斷拿古天樂跟他做比較 你知道大馬女世是誰嗎 劉德華 何德何能啊 師兄 你真是很好命 有劉德華 有古天樂 都可以跟你相提並論 勁抽 是的 跟楊明相提並論 大馬女世 劉德華 出名的 大馬的人很喜歡看TVB 超級喜歡港產片 我反而去馬來西亞住過一個月 跟那些在宜保的司機 宜保就是馬來西亞最多人說廣東話 最多華人的地方 通常上車的廣東話都是宜保的司機 說很喜歡看無線 又很喜歡看香港的電影 我反而想同聲同氣跟他說 我最近看了一部新加坡電影 那個 貓山王 那個演員叫劉什麼王 我忘記了 然後說挺好戲 他這樣說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新加坡的 我沒有看他的 我們看什麼 看劉德華 最喜歡Beyond 馬上唱一句給我聽 哪怕一天會跌到 哇 真是開心到 一說香港的名稱瘋了 然後又問我 香港很過癮 又說什麼 有海洋公園 千馬大橋 他說我 遲些有空放假 也想去玩 那我當然說些好東西 當然我們唱好香港 那個歌仔又這麼好 不過 剛剛那時候 在馬來西亞 就答正了 蔡天鳳那件事 剛剛答正 是 臨走了一個星期 然後 阿希希在街上 人家問他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他說 Hong Kong Hong Kong is very horrible 哎呀 Don't come back 不要回去 好吧 好笑 所以我們香港的新聞 真的很厲害 他們沒有的 你們馬來西亞 因為多什麼人 多南亞裔 他本身也有馬來人 宜寶的 講廣東話的 很多 都佔了一半 他那裏那些 其實那些電影都拍得很好 我覺得 低成本 但是節奏拿得真是不錯 反而他們不喜歡 真的隔離帆向 我知道我們以前追韓星 現在就追那群MIRROR 不是現在 嚴明熙那裏很多人追 龍亭也有很多人追 要隔一會 馬來西亞那裏暫時 都是喜歡看 無線 看港產片 根深蒂固 剛剛那時 為何這麼興奮呢 港產片 我那時馬來西亞 剛剛踏正毒蝕大狀 爆得不得了 不過他們 是非常 潔癖的 窮人香港 那一句 不能出 窮人 哎呀 很沒人 是啊 他們很多事都會剪刀 剪刀 剪到不知頭不知頭 不知路 TVB對他們來看 沒有剪刀的 原汁原味 對了 楊明的樣子 在那裏不會打格子 因為其實他犯的事 老實說 客觀點去看 古天樂那件事比他更嚴重 威拉波刀 打劍 比他更嚴重 但古天樂後期 是做了很多很多善事 令他由一個 很有觀眾緣的小生 變成一個 慈善家 他做了你 不知道 他不是做完之後 告訴你 拍照之後 你看到一些正當出來 哎呀我們洗地了 拍照 拍角度更帥 拍照 他不是 古天樂是被人刮出來的 建了百多間學校 才被人刮出來 他本身是做善事 楊明會不會做這些事 其實言之上早 你要捧到他那些位置 但我覺得 香港明星很難去回古天樂那個位置 那年代本身就是 娛樂圈大爆炸 對了 嘩 那時候 歌友有得混 古天樂都出過幾個碟 電影電視全部都紅 沒試過不紅 沒試過不紅 楊明有沒有試過紅 我只能夠說他試過做男主角 紅不紅是怎樣看的 紅不紅是受歡迎的 對上一次我覺得最受歡迎的男星 現在還不出禧了 大陸都紅 林峰 林峰 近年就 嗯 努力 各有各捧場 周派豪曾經有一年都很紅 不過周派豪現在已經轉了 好像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簽什麼 周派豪那時候 什麼 打媽拿 最受歡迎男哥的手 其實他之前 很多人喜歡他 超多人喜歡他 又說他髮型 正啊 說每個人都跟他 比比了頭 真是花無八紅 我打算周派豪可以像 劉德華古天樂那些 一直長紅下去 其實現在就比較沒有以前那麼紅 你都看得到 不知為什麼 一來沒有以前的人這麼多機會 只要古天樂以前那些 陰陽路都不是很收得 不過一邊有公開 一邊有拍攝 是啊 誰買票進去看陰陽路 那個年代 翻版VCD 那個年代 是不是 他又翻版VCD 不過剛好那時候 每一部都找他做男主角 我想一年起碼 他們有十幾部電影是做男主角 說我真是倒閉 千言萬語 Bagboy特工 野手之童 野手之童 我覺得他最有型 Bagboy特工也有型 不過那套東西爛的 是他那時候的trailer拍到 跟阿智健這麼有型 後來怎知道這套東西原來 低能 楊明很難吃到他那時候那種 即是廣產片大爆炸 非用理不可的年代 不是 那他條路就是會在大馬那裡 大馬也是 你都知道 如果無線要搬那些什麼大馬 馬來西亞最受歡迎 你就知道他那個市場多大 這樣 他可以的 你裝屍明敏 就是拿督的女兒 現在兩個人 嘩厲害 可能 你知道有錢人 一定認識很多有錢人 可能生意方面 有些合作的關係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最重要就是這樣 楊明行不行 都要看他做出來的感覺 劇出了才能夠評價 現在言之上早 出鏡的時候 告訴我 我就去看一看 大家都看一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